互联网改变生活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眼下在兰溪市农民在稻田里也用上了云端技术 不仅增加了产量 还因为科学施肥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我们一起去看看究竟 今年秋收 兰溪市皇家村重量大户严小鹿的双季道大丰收 亩产比往年高出近300斤 这要归功于一个叫云端的水稻虫害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 今年6月 兰溪全市水稻主要种植区安装了这种监测终端 每隔7分钟会自动采集上传水稻的虫害图像 系统会按照特定程序 对水稻容易出现的虫害进行数据分析 从而计算出最佳的施药时间和数量 对农户来说 这不仅提高了产量 也节省了不少农药 据南西市农业部门统计 半年来 云端监测预警系统 已在南西减少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380吨 蓝西台报道